作词 李宗盛 设计到神的精英 设计到神对人类的期待 设计到神对人类的期待 设计到神在人类身上 所寄托的希望 这是神经营计划的一部分 无论哪一个人 无论你心生多久 如果你不追求真理 你也不惜爱真理 那道最终必然 是被淘汰的对象 这是先而易见的事 神做散步工作 神从通道人类开始 有了精英计划 然后将这一步步的 精英计划 事实在人类身上 神有一步一步 带领人类走到现在 神付出了多少 心血代价 神人爱了多久 最终的目的就是 将他所发表的真理 将他所告诉人类的 方方面面的要求准则 坐在人身上 成为生命 成为实体 成为生命 成为实际 再深来看 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神是多么看重 这件事情 再深来看 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神是多么看重 这件事情 对于每个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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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高地 也不管你的年龄大小 也不管你的年龄大小 心神年头多少 都应该朝着追求真理 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去努力 不应该强调 不应该强调 客观理由 应该无条件地追求真理 别混日子 你把追求真理 你把追求真理 当成一生中的大事 去追求去努力了 也可能最终 也可能最终 也可能最终你追求的 这份上 神给你何时的归宿 这多好啊 神给你何时的归宿 这多好啊 现在你别注重什么归宿 什么结局以后怎样未来怎样 能不能躲过灾难 能不能不死 这些都别想也别求 只管在神的话语上 神的要求上 他到追求真理尽好奔奔 满足神的心意 不辜负神六千年的等待 也不辜负神六千年的期盼 给神的安慰 让神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让神的愿望 在你身上得以实现 你说神还能 亏待你吗 你说神还能 亏待你吗 就算最终结果不如人意 那作为收藏之物 收藏之物 应该一切顺服 人的白不安排 没有个人的打算 有这个心就对了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